关心地方大小事 散播在地震能量 大家好 我是洪梦凯 欢迎您继续收看 希望好所在 希望好所在 我们节目从这个两年前开始开播以来 到现在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 每个礼拜有访问两位不同的来宾 而每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告诉我们非常多在这个 各行各业领域上面 成长茁壮并且勇于扎根竹梦的过程 其实都让孟凯感到非常的佩服 很多时候呢 孟凯都深深的觉得说 我们地方之所以为这个希望的好所在 就是因为有大家共同收听 道话 道讲 道算团 这样让我们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好 也因此孟凯真的很荣幸 可以一路上跟各位观众朋友 一直走下去 希望我们用我们的坚持 我们的热忱 我们的真诚 我们的理念 来让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看到我们来宾 各行各业的故事 好的 那今天一样为您安排非常精彩的专访 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呢 就是在我们在淡水区里面 的这个学校 这个国小里面的基层 基础教育 我们常常讲说九年国教 虽然说现在已经就变 九年也好 十二年也好 不过呢 国小阶段都是人格养成跟我们下一代最重要的 关键时期 今天特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是我们淡水区新人国民小学的杨顺宇 杨校长 杨校长你好 是 孟凯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 校长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新人国小啊 是不是也可以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谈一谈说 我们国小的一个现况跟特色 以及他现在 您这边来接任这个国小校长时候所一些 对于我们新人的一些想法 是的 新人国小在淡水地区算是 历史悠久的学校 他拥有了百年的校史 那我是去年八月来接任新人国小 我是第二任校长的任期来到新人 那我到了新人之后 就充分了解 学校及地方上的特色 那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所在的环境 大自然的资源非常丰富 衣衫傍水 然后学校里面呢 这个有很多的树木 老学校嘛 中有很多这个历史很久的树 那我来到之后发现其中有一棵是 将近八十年左右的黑松 那很特别 所以我来到学校的时候 跟大家讨论我们新课纲即将要推动 那我们新课纲我们校定课程特色 以及未来课程发展方向 那应该要又以什么为主题 后来带大家讨论之后 大家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以那棵特别的黑松 还有我们学校过去也种很多的台湾百合 于是我们就以台湾百合 还有黑松作为学校课程的主轴 那我们把未来的课程特色围绕这两个主轴 我们称学校为百松学园 是 百合跟黑松 对 等于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吉祥象征就出来了 对 而且黑松以及百合 它都有坚忍不拔的精神 对 而且黑松不畏寒冬 我想这样的精神可以代表我们百年树人 还有百年孝史 以及我们小朋友为学做人的精神 对 是 其实很有意义 尤其是在学校里面的黑松跟百合 就是这些学生每天上下课都看见的 对 那再加上是 刚刚听校长这样讲 感觉在我们新人国小的学童都很幸福 对啊 这绿意盎然依山傍水的感觉 对 是 那校长请教 您刚刚有提到是说 您是第二任校长来到我们新人 对 那之前在 好像是说是在金山服务对不对 对 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 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是说那您这边的一个校长 以及过去这个担任教职工作 一路上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是的 我担任教职工作也满30年了 那我之前担任主任的时候 是在巴黎的米昌国小 那米昌国小曾经也获得 我们全台湾十大特色学校之一 所以我过去在米昌国小 我们跟着全体的同仁一起经营学校的特色 那米昌的学校不大 所以我有很多小校经营的经验 那我担任校长派任到金美国小 他规模也不大 那金山地区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很人文晦翠的地方 所以我就在课程发展 以及学校的经营 就是充分借地气 就是希望说带领我们的师生 在地学习 学习在地 于是我们在整个金美国小里面呢 也是一样用特色的经营的方式 来带动课程的发展 再结合学校环境的营造 并且结合社区的发展 这样子来推动学校特色 对 我发觉杨校长很能够接地气 我们现在用这个话语 对不对 就是接地气 就是在每一个学校里面 都会跟结合当地的特色 或者是社区发展 或者是学校的文化特色 这个从之前巴黎 金山 到现在来到淡水 都是您一贯的教学的风格 是 是 是 对 而且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因为在小学校 那我们特别要优先照顾 就是一些比较弱势的学生 而且并且要引进很多的资源 并且让每一个学生 都有展演的舞台 能够在学习当中 这个充满了自信 然后对学习有兴趣 并且要养成终身学习 这样子的习惯 我相信他有这样子的习惯 未来他不管到各行各业 不断地学习 我相信他一定是社会中的中间分子 而且不会被社会所淘汰 没错 是 就是校长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观念 就是说不管大学校也好 小学校也好 因为其实这跟社会都一样 就是人也有大小高矮之分 可是不管你的这个先天的生活条件如何 后天的学习努力是绝对不能上的 对所以说刚刚校长也提到他从过去 巴黎金山到现在淡水 其实您服务的几个学校都是规模 没有说他要太大的一个学校 对 是的 因为规模小的学校 有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的温馨 而且规模小的学校有时候 父母亲会比较忙碌 更需要很多教育资源 教育人员爱心的陪伴 那我一直觉得像这样的郊区的学校呢 第一个他非常有人情味 对 那第二个我觉得这边的孩子非常的纯朴 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本身也是来自我们新北市平溪 也是一个郊区的地方 所以我特别能够感受郊区孩子的需求 所以当我现在有机会服务教育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选择像这样子 是比较教区的学校 希望把很多的教育资源带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获得在专长上面 都能够获得学习能够发挥 对 是 是杨顺宇校长他刚刚特别提到 是说他是从平溪出生 对 对 那很难得我刚刚一听到 因为平溪相对来讲说 现在在我们整个新北市 29个行政区来讲 算是人口数真的比较少的 对 这个地区 那除了说他的平溪天灯节会 涌入非常多的观光课 并且是已经被评价是说 这个人生必有台湾景点之一 对 但其他时间其实都还是 还很纯朴没有什么开发 所以您那个时候的求学过程 到可以担任到校长 可以也算是平溪之光了 谢谢不敢当 是的 就是因为我来自偏乡 那我也特别了解偏乡孩子的需求 那偏乡的孩子需要 第一个除了引进资源 那另外偏乡的孩子 需要就是有学习的自信 对 所以我就会在我服务的学校 特别的让孩子能够找到属于他的舞台 探索他的性向 然后呢让他能够有成功的学习经验 一旦他有成功的学习经验之后 他会有志于向学 而且这样的成功经验 会迁移到其他方面的学习 那么他在各方面的学习就不落人后 他会有自信的会主动积极的去学习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也是我带领学校非常强调的地方 对 就是不要让学 孩子觉得是说好像先天就比较弱势 那就有点自暴自欺 或说就有一点点觉得说 自爱自雷 对 其实自爱自怜啦 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必要 而且呢 就像我们台湾嘛 我们台湾 这世界各国比起来 台湾真的也不算大 那人口数也不多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对 那我们再回来 杨顺宇校长这边 就现在服务在我们淡水区的新人国小 对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现在新人国小的这个学生人数 以及这个班级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现况 是的 新人国小现在的规模不大 小学只有六班 104个小朋友 外加一班的资源班 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地方 我们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充分的照顾 而且还有一个资源班 小朋友在哪一方面的学习不足 有资源班在后勤资源 随时能够进行补救教学 那在幼儿园的部分 我们有两班 有57位的小朋友 规模不大 可是呢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我们在得自己群美 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的有特色 小朋友的表现也非常的优异 嗯 是 其实104位的国小 107 小学104 104位 其实有六个班呢 是一个年级一班啦 对 对啊 那校长你这样带动起来啊 会不会觉得是说 因为当然比较起我印象中 以前我国小的时候 我们一个年级好像就15个班 对 对 就是那个时候 不过那个时候 因为我国小的时候 那也是二三十当竞争啦 那就比较不能比跟现在 那会面临到有 比较严肃的讲是说 会面临到说有些学童 他会觉得是说 资讯比较落差啦 或者是说有这种 学习力比较不专注 或是不足的情况 是的 比较郊区的地方 有时候家长比较忙碌 对 那忙碌 有时候会隔带教养比较多 对 或者是 这个有时候单亲家庭 比例也是比较偏高 那以新能国小为例 我们很特别 我们在地有很多的 新住民的家庭 是 还有很特别 我们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家庭 那这些小朋友其实 他们的资质都差 都非常的好 那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何的引进资源 其实还好新能国小 它虽然说是在郊区 但是就离我们淡水市区 没有很远 所以很多淡水区域的 活动 我们都参与得到 对 而且我们现在也不断的积极引进 比如说像我们跟淡江大学 有很多的合作的方案 也带我们的孩子到淡江大学 体验一日大学生 那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资源 包括真理大学 还有像圣约翰大学 还有像我们德学区的正德国中的闲校校区 他有很多职业探索的一些设施设备就在学校旁边 这也是我们得天独厚 我们有这样的资源 所以职业探索这个部分 我们从小学就开始试作 而且我们有很棒的资源 闲校国中 闲校分校这边就有资源 我们常常带领孩子去那边 包括学习餐饮 烹饪 甚至还有很多的像园艺 美容等等 这些都让孩子能够提早的探索他的性效 认识百工百业 这反而是我们一个很棒的资源 对 刚刚听杨校长这样讲 真的很难得 感觉起来好像是大学生才有这种社团 这让我们国小的孩童 其实真的越早了解说 自己的兴趣性向 跟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 你反而更能够有助于说 我们的这些小朋友 他往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迈进 对对对 所以杨校长您从去年的八月 来到了我们新人国小到现在 其实也即将八九个月的时间 那您自己这样子观察 您觉得新人国小 除了说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小校以外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有百年校史 跟老松树还有这个百合 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说 这个新人的特色跟过去您担任其他学校 比较不一样或说您自己的发掘 那以及你的办学理念 是不是跟我们老师学生来结合 您自己的观察 是的 我想我的办学理念 第一个就是让孩子的天赋能够获得 我们讲天赋自由 让孩子的天赋能够找得到他自己的专长 充分的发挥 充分的发挥 多元展能 那第二个我会比较期待就是让师生 都有舞台都能成功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经营学校方面 我们强调就是品德一定是第一 然后全人的发展 特别是在适应未来 未来的生活的能力 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这个是我比较强调的三个重点 而这些课项课程的推动 我会比较强调就是能够 跟我们信科纲的精神一样 能够跟生活情境能够结合 而我们新人国小刚好 我们临近地区也有一些很不错的资源 我举例说像我们有几个农园 像牛蒲植或者顶田辽 我们常常会带领孩子去做一些 食农教育 有一些探索跟体验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第二校地 我们第二校地目前是租给 这个板桥的这个治理大学 那他们把它做了一个 山林体验的学校 而这些设施也是我们孩子得天独厚 我们可以跟着大学生 一并去做体验跟探索 那除此之外 刚刚讲的有一些淡江大学 这些这个 临近的大学生 很多的大学生 很多的教授来给我们课程上活动上的指导 那像刚刚讲的我们有跟台大合作 他们很多的社团舞蹈社 那还有很多的社团都到学校来 带领很多的才艺给我们的小朋友 反而我们小朋友在很多元的课程 以及课外的课程方面都获得很多的学习 而我们新人国小我们最近正在发展学校的校定课程 而这个校定课程刚刚讲的就是说以百合黑松为主轴 这两个也是成为学校的形象代表 那我们也刚刚讲的接地气 我们也设计了一些特色的课程 比如说有一些生态课程 文史课程 艺术课程 语文课程 我们希望孩子都能够未来 借着这些课程的学习 结合在地的环境 都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生态家 那艺术家 还有语文家 那还有就是一个文史家 那希望说未来他是一个很棒的生活家 他不是只有读书 他懂得如何的生活 这是我们正在推动课程的目标 是 听起来真的是 非常的多元多样化 其实我们未来的社会 就是要往多元化的发展 然后绝对不能只是像以前说这个 德字体群美 但是通常字都会是摆在最前面 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体育课 通常都是挪用来去做什么其他课程 我那个时候又有啦 我不知道说现在有 不过校长我觉得说很难得的是 您推动的这么多的项目 对 怎么样那跟家长也好 或说跟老师的沟通上来说 会不会有老师啦 或说家长会觉得是说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啦 你就是 教授教好啦 就是要我的学生 我的孩子就是 考试尽量多考一点 考高一点 那你不要跟我讲其他这些 会不会有遭遇到这样的阻力 也会的 很多的家长传统观念 可能就是比较重视治愈 那当然这也是学生的基本的能力 我们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这几年 学校在推动很多的教学上面 所以我们这一两年来 我们特别的强调也配合着教育局的推动 我们发展学习共同体 让孩子能够共学 师生共学 用不同以及创意的教学方式 让孩子能够喜欢学习探索学习 而这一连串的实施下来 之后我们发现像以我们去年的英语检测能力 我们已经几乎接近于我们整个新北市的平均成绩 已经跟过去的比较是有长远的进步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让家长放心 在学科包括语文数学也都有显著的提升 那在这些学科基本的提升之后 我们也在学校推动很多的社团 让孩子能够多元展能 多元去探索他的兴趣 而且我们也帮助家长在他有时候上班 他这个还没有办法说 有很多时间陪伴孩子 我们开了很多的课后的社团 还有课后班 让孩子在课语的时间到学校来 能够学习各项的专长 比如说像学习扯铃 那我们的扯铃也获得了我们全国 我们才104人的学校 我们扯铃项目 获得我们台湾全国民俗体育的竞赛 九项特优 三项优等 还有三项甲等 那在南馆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传统的音乐 那我们每年民国94年成团以来 每年都获得新北市优等以上的成绩 更有一度三年都获得全国的优等 那在小学校这样的成绩是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难得 而且我们最近也有很多引进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高中的师姿 来学校带一些球类的活动 躲避球以外带四感染球 那还有一些巡乐团 在学校也有很多的小朋友的参与 以及我们最近正在带领我们的孩子做儿童版画 在艺术方面让孩子有兴趣的小朋友 可以获得发展 我们最近做了一系列的版画 要准备参加两岸儿童版画展 这是一个水准蛮高的版画比赛 也是一个展览 那我们小朋友都做了很棒的作品 要参加比赛 我想这个也是又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性向的学习 来丰富我们小朋友在学习方面的一个学习内容 对听起来这个杨顺宇杨校长真的是很用心的 在做这样的一些多元的部分 尤其是刚刚讲到这个扯铃 其实我觉得很难得 因为通常据我所知 有很多大的学校他可能光扯铃队 就已经不只是我们新人国小的学生总人数 就可能光扯铃队就有一两百人 他在去无存经去挑选 然后到最后挑出最精英最顶尖的可能五六级的 五六年级的学童 然后来参加这个扯铃比赛 才拿到类似的成绩 那我们是104人全校 可是我们就已经有办法拿到这个 又是特优又是优等 这真的不简单 是的 特别在扯铃这个部分 对 我们小朋友非常喜欢 因为除了他是一个运动技能之外 他有一个舞台可以展现他自己 小朋友非常的喜欢 也可以表演 也可以表演 对 像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三年级 叫丁伟哲 他才三年级 他是我们学校里面 第一个学会同时扯铃的同时三个铃 他一根杆子 两根杆子跟一条线 可以同时扯动三个铃 对 而且他有一度还可以挑战四个铃 非常的不容易 对 那像有几个小朋友 他们又很厉害 他们可以呢 同时两个铃可以内翻拋 内翻转 还可以向上拋再掉下来又接起来 当然还有时候还有双人的组合 对 像我们还有高雅乐五年级 还有高雅乐王毅晴 哇 他们一男一女的搭配 再加上 那个音乐背景是小情歌 两个人有一些互动的 一个扯铃的花式的表演 非常的精彩 赏心悦目 很多看过他们两个表演的校长都说 哇这两位金童玉你的表演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令大家都印象深刻 耳目一新 对 而且刚有看到我们杨校长很用心的是 几乎104个学员可能您都 名字都有办法叫出来 或者说至少都认识 对不对 哇这就是这个用心的校长 而且再加上说当然 学生数也没那么多啦 对对 好 好节目时间的关系 不过今天很难得也很荣幸 邀请到我们淡水区的新人国小的 杨顺宇 杨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杨校长他在新人国小是第二任校长 之前在金山的校长 金美国小 金美国小来服务 对 那现在去年8月来到了我们新人国小 那并且呢 会持续把他很良好的办学理念 办学方式办学方法 来给我们新人的家长以及学生 还有老师们共同来讨论来创造一个更大的特色 最后的时间呢我想还是也跟我们杨校长来聊一下是说 那接下来您的短期跟中期计划 看起来就是您对新人有非常大的愿景跟期待 对 那是不是也可以跟观众朋友来说明跟报告一下是说 那短期中期内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 是的 短期之内 我们把校定课程建置完毕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学校的环境 课程有了 如何把工程以及学校的环境布置结合课程 然后让学生能够在这样系统性脉络性情境性的 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来学习 对 那这个是我们短期之内要做的事项 就举例说明像我们最近参加新北市 艺术情境营造的比赛 那我们是有百合跟黑松 所以我们称自己是百松学员 亦游未尽 把艺术情境我们都有一套完整的计划 都把它做出来了 那这个是短期之内我们会按照这样子的蓝本 然后去进行 那当然中长期的部分是 把我们的学校的特色 能够结合社区 那希望说提供更高品质的 不只是小学的教育 包括我们刚刚谈的 我们学校有新住民中心 我们也希望带领我们 在地很多新住民的朋友 有一些学习的课程 还有能够结合社区的发展 能够社区的总体营造 学校能够带领顶头羊 这样子的角色 然后让整个学校的特色 跟社区也能够结合 跟我们新住民的朋友 原住民的朋友 也都能够提供一些社会教育 让他们能够到学校来学习 我想能够充分发挥 因为学校是地方社区的文化 教育中心的功能 真的希望我们也期待 看到我们新人国小 在我们杨顺宇校长的 一个带领之下 一定会蒸蒸日上 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停止的 往上进步跟学习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今天新人国小 杨顺宇校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我们希望好所在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再跟您说再会囉 拜拜 谢谢 拜拜 再见